这个读读 你来听话 知道海报是谁撤的吗 我撤的 我让他们把你的所有海报 全给撤走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在这个比赛里面 没有任何人可以搞特殊化 谁也不理会 没搞啊 你搞吗 没搞啊 我们家在红州不是有股份吗 我作为股东 我在我们公司打扰你 摆几乎海报也不过分吧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你的衣服 我的 从哪儿来的 找人给我做的 找人给你做的鬼才性的 二百九十六号选手韩晓芳 设计的衣服一模一样 怎么会在这 说 说不出来了吧 告诉你 这身衣服 我不管你是怎么来的 一会儿彩排你穿不了 你穿不了 懂吗 穿什么东西就是不能穿它 不是 马上就比赛了 你现在跟我说 我不能穿这套衣服 那你怎么穿什么 不管你穿什么 你穿我的西服演个詹姆斯棒 你也不能穿这身衣服 懂不懂啊 苏丧我不给你开玩笑 最后再说一遍 这身衣服 不能穿 我还有事 我走了 发给你说几乎 好吗 不能穿 太霸道了 我 你 小姐 马上就要开始比赛了 我知道 那我穿什么呀 我衣 衣服不在这儿吗 就穿这个 脱下它 来 来 什么 原来是苏珊他们偷了我的设计 不是 没事 没事 苏珊偷了你 我行了 这 反正就是这身衣服 现在被人剽窃了 懂吗